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那今天的小鱼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涨粉非常快的一个AI副业项目 那么最近小鱼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类的一个账号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里小鱼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他们的视频呢其实制作非常的简单 这里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好妈妈与坏妈妈的一个图片分享 这里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非常的形象 两类妈妈 一类妈妈呢是对孩子非常的关心 另外一类妈妈呢对孩子毫不关心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图片 加文字啊 他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呢 已经达到了1.3万的一个赞啊 并且他的一个收藏量可以看得非常之高 类似这样的做法还有很多啊 可以看这个是山区女孩 城市女孩 坏姐妹 这里坏童桌 不生孩子 要生孩子 不玩手机 玩手机 那这里啊 这些视频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众男轻女 众女轻男 包括这类账号 还有这个账号 那他这里是啊 他又是另外一种做法啊 AI眼中啊 这个也是AI生成出的啊 一个0元收入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啊 1000元收入房子是这个样子的 5000元收入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是1万元的收入是这个样子的 那别看这样的视频真的超级的简单 其实我们AI就能生成这样的图片 它的一个点赞量已经达到了7万多啊 接近8万 那这些视频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今天呢 小鱼呢 就给你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这类的一个 这类的一个视频啊 那么还没有订阅小鱼呢 对AI感兴趣的呢 可以关注小鱼订阅小鱼 本期视频呢 我会教大家手把手的用一个恰GPT呢 加我们的简映轻松的打造一个这样的相似的一个账号 那这里从我们的构思到我们的一个画面生成 再到一个配音 全程都是由AI来搞定 相信你今天呢 只要认真的啊 从头到尾看完小鱼的这期视频 那么你也可以轻松的制作出这样的一个小红书账号出来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开始 首先用到的还是我们的恰GPT 那GPT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小鱼用的非常的频繁啊 几乎每天都要用到它 那我这里用到的是一个GPT4O 那我们知道今天我做的这个视频呢 所有的图片呢 都是由GPT4O直接帮我生成的 那么注意哦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啊 你这个图片呢 它是要GPT4O才能生成图片 那如果说你的账号是GPT3.5的 首先我们就需要先去升级一下我们的一个账号 那怎么升级呢 之前呢小鱼有一期视频呢详细的给大家说了 那这里呢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打开GPT啊 我们在这里呢打开一个新窗口啊 选择这个最顶上这个 在这里呢我们要输入这样一个提示语啊 这里呢我也会把提示语来放在描述栏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制作一个故事 故事为好妈妈和坏妈妈 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生成的画面比例为16比9 那左边为好妈妈 右边为坏妈妈 真实照片风格啊 现在呢先回复收到 按照我输入的指令开始制作图 制作画面或者说制作图片都可以 OK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提示语来直接发送给GPT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首先给到的呢就是一个怀孕的妈妈 我们直接发送 那可以看到GPT呢它已经在帮我们开始生成图片了 那这里其实它没有帮我们生成一个提示 那这里我要需要修改一下提示语 根据我提供的这里呢我让它根据我发的指令 你先完善场景提示词 我满意之后呢你再生成图片 OK我这里发送给它 怀孕的妈妈 那这儿我们如果对这个提示词不满意 这里我们可以来修改一下 比如说好妈妈的场景啊带着微笑 OK这个是好妈妈的场景 我们把它改一下 好妈妈呢面对微笑 那这个坏妈妈的场景啊 那这不满意的地方我让它改一下 OK啊那就简单的理解 给这好妈妈呢在看书啊在修养身心 坏妈妈呢在打麻将让它生成图片 重新让它重新帮我生成一张16比9的 它帮我生成出来的两张啊 其实还是可以的哈 这一张还有这一张 那坏妈妈在打麻将好妈妈在家里 它还是有点错误的理解了 它这个有点卡通啊 我要的是真实照片风格 那么不满意 我们直接让它重新生成就可以了 怎么重新生成呢 下面这里有一个重新生成这个键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如果说有朋友呢 想要用其他的软件来生成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里生成图片的速度有点慢 或者说生成不了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用Leilado 这里Leilado来生成这个图片也是可以的 同样我们把我们上面这个提示词呢 给它粘贴下来 我们去把它用这个谷歌呢 把它翻译一下 翻译成英文 OK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Leilado 它是一样也是可以生成图片的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粘贴到这个上面 粘贴好之后这里选择一个16比9 点击这里有一个生成按钮 生成就可以了 那这儿其实可以看到 这是Leilado 我刚才用了一下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还可以啊 这个在家里看书 这个是坐在麻将桌子上打麻将 可以多备一两款绘图工具 Leilado每天有150个积分可以绘图 如果说你用图量比较大 这里可以看它这里有一个升级计划 它的费用还是比较优惠的 可以看一下 10美金一个月就OK 那这里生成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 这里可能大家要去多尝试几次 这一组图片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这下面一组还可以 大家可以去多试几次 OK可以看到这里是好妈妈 这是坏妈妈 那么不满意又让它重新生成出来一张 坏妈妈这里 我连续让它生成了好几张 反正大家不满意就直接让它重新生成就可以 OK接下来呢是孩子出生了 他又直接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语 我这就直接让它生成图片 那这个是孩子出生了 接下来呢是孩子的童年 OK这里孩子在他的一个童年到了 这里好妈妈呢就陪着孩子去骑自行车 坏妈妈呢还是打麻将 接下来孩子吃饭 那好妈妈呢他会喂孩子吃饭 坏妈妈呢他只管自己 那再往下来一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好妈妈坏妈妈的一个对比 再往下来就是孩子生病的时候 好妈妈是这样子的 坏妈妈呢还在看手机 再往下来就会出现孩子毕业的时候的一个照片 相关的一系列的把它直接全部都生成图片 就OK了 最后呢孩子结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那他们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一下 好妈妈呢就陪着女儿 坏妈妈呢就独自一个人 OK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生成好的图片呢 全部给它保存下来 我们按顺序来保存啊 不至于说后面的话 这个照片呢会有些乱 我们按顺序来给它保存 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 OK这些图片全部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把它统一存到一个文档里面 全部把它存到这个里面 这一步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图片 接下来呢就用到我们的一个剪映 我们直接打开剪映 这点击开始创作 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导入 导入这个图片 把所有的图片全部给它拉进来啊 可以看一下 我们按住我们的鼠标左键 点击一个打开 所有的图片都下来了 那这我们排序一下 我们按照这个创建时间 OK那这个时间就几乎就是按照我们 创建图片的这个时间 它就不会有错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全部给它拖进来 OK图片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里呢 是一分钟 那这个时长啊其实大家可以根据你这个故事的长短 建议大家来稍微短一点不要弄那么长哈 一个画面不要停留太久 我们一个视频 那它一张图片呢大概是在四秒左右 我们把它剪到个三秒 我们这里直接给它缩短一点 我们统一 这里选中这个图片之后呢 把光编移一下 选中之后呢可以看到鼠标放在这上面会 可以看到出现了这样一个符号 我们可以把它往中间推 那它就在缩短这个时间可以看一下 OK那现在就只有34秒了 那么可以再让它变成40秒 OK时长调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加文字了 那我们这里把这个拉开一点 这样我们就加文字就比较好加一点 点击这个左上角的文本 点击一个默认文本 那我们这里直接添加文本 新建文本 点击一个默认 我们直接把这个脱下来 那这里呢我们就空白一下 把我们的视频往后挪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写上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文本就添加进来了 我们这里选中这个默认文本 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个框 我们就在这个右上角在这里输入一个 好 妈妈 与坏妈妈 OK这里就出现了 那你甚至呢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动画 这里选择一个动画 你想要它怎么出场 那这里你可以选一下 OK这里 好妈妈与坏妈妈 它的文本呢 在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加个颜色 或者黄色 这些颜色都可以 这个呢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颜色 那字号呢这里也可以调整 可以看到这个字号你也可以调整 选择这里一个字号 包括这里一个字体呢 你也可以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字体啊 这里一个字体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可以调的 那么这里呢你甚至还可以加一个音频 这里点一个音频 我们加一个音效进来 把这个呢给它拉下来 我这里用了一个疑问 这里就是 那这个如果觉得不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删除啊 选中之后这里有个删除 我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 OK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 再添加一个文本 选文本 再默认文本 拉下来 把文本拉下来 在这里写上怀 怀孕时 怀孕时 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就一直这样去操作就可以了 插入第三个文本 那么这些地方的字呢 你都可以做一个调整啊 如果说你觉得它太长了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缩短一点 尽量让这个字体显示的时间呢 不要那么长 我们把它可以给它缩短一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去添加一些感人的 生动的一些音效啊 或者背景音乐 点这个音效 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一点婴儿的声音 这里你可以视听一下啊 可以点了视听一下 把它拉下来 那孩子的童年可以 来个孩子的笑声 那么这长的我们可以把它截掉啊 选中之后点这里有一个向右裁剪 我们就把它裁剪掉 比如说后面这里结婚的时候 这里沮丧的一个叹气声可以加一点 来一点悲伤的声音 OK这些音效加好了 之后接下来我们选一个背景音乐 我们点击这上面的媒体啊 这里建议大家来用AI去生成一些音乐 尽量不用这个简音里面的音乐 之前小悠悠讲过啊 可以使用用Ubert来生成一个音乐 我们点击媒体点这个导入 点击 这是我自己添加的一些 生成的一些无版权的音乐 OK我们把这个音乐就把它拖下来 后面多余的音乐呢 我们选中这个右裁剪 把它剪切掉 音乐这里我们用一个 选中这个音乐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弹入弹出啊 我们可以把它拉一下 让它悄悄的结束啊 悄悄的进入音乐 OK 那么这里整个视频呢就操作完成了 这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音乐之后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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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